你好 財經揭露 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2月2日的中午 我們會講一月效應 美股也有 會不會講一些港股的 也有的 其實 我們經過一月之後 究竟有什麼啟示呢 其實很多人都講一月後應 每個人的解釋都有點不同 嘗試我們講一月後應 為什麼一月會有效應 為什麼會有效果 坊間就會講說 歐西方國家的投資者 他因為如果輸了錢的 他賣單就可以免稅 那將那些賣賣 就介入自己的盈利對購 可以給一些稅 所以變成了12月的時候 他們就會沽出一些需要貼地的股票 然後就可以免稅 一月的時候就重整 我對於這個說法其實是不一般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人通常是公司 或者打工仔 那種力度就 未必真的這麼厲害的 有一點點散戶心 反而我是覺得 所謂真正的一月後應就是 你12月的時候 基金經理 就拿了花紅豆 是不是 完成一年的放假 一月後應 就是要有什麼策略 怎樣做 就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是所謂一月後應 由十月底開始 到一月 都有的 有在那裡演示 就是有些年份 你會看到大戶的首映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一直在那裡都說 市場的走勢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是期貨市場 你一月開幕 十月底一月的時候 你是不是好像打麻雀那樣 要洗牌 要埋了十月的數 然後開一月的倉 而一月的倉 可以是代表first quarter的走勢 就是 所以現在一月 就是有一個重要成分 在那裡 今年的一月後應 我就覺得是有些啟示和奇怪的 這個就可以慢慢分享 我估計一月後應 可以說兩節 第一節就說個特地 就是我看完走勢之後 究竟在整個測局 就是有些什麼可能性出現 OK 那我們首先看看 一月後應的草皮 最簡單看看 我們幾個看完的市場 一月星期的市場 先來看看 何智光有出四幅 看的時候 不單止留意 它一月有沒有升跌 第二個就是陰陽足計 究竟是強勢還是弱勢 如果是一月那個是陰陽足的話 不妨看看 何智光第一張 S&P500 S&P500 困住一月 每一次同內每一個月 每一次同一個月 每一次同一個月 這張 可以嗎 這張 可以嗎 是不是 SPX 沒錯 我們這個鏡頭 只看到SPX 其他不掃 對 我們慢慢看看 這一張 一月是升的 而且是一支很大的陽足 但十二月是跌的 其實都是一個波幅的 這個波幅其實已經有三個月了 何智光 這張圖 你覺得這張圖正不正 你覺得 何智光 不懂得說 因為好像沒有什麼上落的感覺 即是你說一月後應會升 最簡單 一月後應 其中一個看法就是一月升 那一年也是升 是不是 有些人會這樣看 那一年升 那升1%算不算升 升2%算不算升 然後連尾雙比 雙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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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否升不穿頂 你都跌不到頂 最頂的那裡 S&P500 所以是一般的 這些圖 這邊是一般 好 第二格來的一張 Nesda OK 這張是Nesda 是否跟S&P500差不多 是否NDX 那些是Nesda 這些是Nesda 大家可以 就在 блиim 就是牛皮純 就是好像又不是很勁 又不是很… 兩 select它僵依應該只差一 minor 不過Nesda 是在日本めて的 嗯,明白,近階多些。 一月都是升,但是差些。 好了,银根指数, 这张是否令你透明的心弦一些呢? 明显多多。 那我公平一些,就是这样说, 因为贼得是跌下去, 所以,我剪掉了, 我剪掉了,我剪掉了,去剪掉了那一段, 那20,000,怎样开始计算? 那图图,其实呢, 就, 势就好过上面那些, 但贫身就比较, 是超买一些之前, 但是一月后,这些羊羞就够了, 是吧, 是吧, 喂, 很明显的,很清晰, 很明显的了, 喂, 那说法的话, 其实, 香港升西降, 这件事, 其实, 真的, 有些可能的, 起码在一月后, 那个强烈的程度来说, 香港股市是好过雷斯特, 好过雷斯特, 好过雷斯特, 这个明显, 这个明显, 所以, 不要这么看小香港股市, 但是我一知道就是, 根据我在外面喝茶, 吹水, 得了的结果就是, 香港的股民, 仍然是不敢投入市场的, 现在, 仍然有些, 甚至上有些浪斯, 是, 嘿, 这些是不敢的, 就是这样, OK, 那, 不要紧要, 最重要是, 哪里有钱赚的, 好, 跟着另一个神奇的图, 2840这个, 和金, 的香港的衣带, 这张图, 何志哥, 都升得明显的了, 其实我们, 前两个礼拜分析, 12月尾尾跌数的时候, 全球的资产的变化, 特别是出了一样东西, 很多资产跌到, 刚刚都看到, 但是黄金是没有升跌的, 就是强于很多的资产, 不过, 这些人又是不怀疑, 好, 你换局不升, 不跌, 那其实, 就已经赢了, 在2022年来说,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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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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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升多少 我不是每一隻都說出來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就說了 天光都說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們看旁邊有一個評分的 叫SCTR 這個就是那個網站對那個指數的走勢 然後分析對走勢 一個評分 很出名的SCTR 用開的人就知道我說什麼 所以它除了有最強的升幅以外 要有很高的評分 好像推出出來 最好的是何志哥 我介紹那些 XSD和SOXF排球 那些是Semi-CODOTAN 即SOSX就是Semi-CODOTAN 即是那些都是 SSD都是Semi-CODOTAN 頭兩隻都是 即是有滑紅線的兩隻都是 半導體就瘋的 一向都升和跌都好些 大波幅的東西 是 那居然排頭位 但是距離頂位 還有二十幾三十個巴仙 那它現在呢 就一月升了二十個巴仙 只是這個SCTR 升得最厲害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 也都為LASCE 帶來一些希望的 因為呢 要升要跌 都是很多次 是SCTROTAN 是SCTROTAN 這個 也有 也有大溫頁的 那下面呢 跟著呢 跟著呢 SLX 是Steel的ETF 嗯 好 好 跟著呢 跟著呢 COPX 是COPR 的ETF 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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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突然間資源類 走去 是啊 跟著下面一大抽呢 就是 一是科技 一是資源 URA 沒有選出來 有餘數 的ETF 14個巴仙 那 GDX 就是黃金的ETF 股票 就11個巴仙 是啦 那再走下去呢 就是25年期債券 總共升了11個巴仙 那跟著就才來到QQQ科技股 那 它是10個巴仙 但是那些分數是很低的 那ZROZ呢 都是3.5 是 那何志光 那 有什麽特別 我要特地圈出來 這幾天呢 那些全部都排頭位那些呢 那些 那些組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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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奇怪的 那首先 銅啊 鐵啊 黃金啊那些 就不是一般人的 就是 興趣啦 可以這樣說 但是呢 排得這麽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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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代表著 現在 來著 的 2023年 那 今天你究竟 是在做什麽呢 是 這個 它在掃緊資源 是啦 但其實對美元的信心 是 是不是太好了 看來 那樣東西呢 就是 聯儲局主席 從來都沒有說 放甲啊 放甲的就是 其他傳媒在這裏說的 啊 鮑山幾時都說 你希望 那通訊下回兩厘 他不會 就是 手軟去加息的 不過來 可能減慢一點 因為加了這麽多次 0.75 就是這麽解的 嗯嗯嗯 是吧 那照度 照度 你不能夠那麽放肆的 是吧 就是 其實 就是 因爲那些 卡巴 和阿鐵的波幅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的經濟不行 或者你 美國政府真的要打死 打個英俊下去的 你那個工資 下回2% 這些這樣的資產 真是沒有人行的 真的 就是 跌到媽媽都認得到 但是爲什麽會 會在這裏排了頭呢 哈 雖然 其實是 即是 因為 嗯 一年之計快 在一場 就是 春天 一 Апол4經理 就這樣計劃 這樣上下رج的 機ync But 那 哈士哥 這一段 是不是差不多了 是 請大家留意 現在是我們加息前做的節目 就是這個 請大家留意 那أı娘 我們先講到這麽多 好,没有投资意见,纯粹吹水分量而已 好,OK,好,拜拜 是这么多,拜拜